主任裁判官的席位是因為關閉了一個裁判法院而凍結 他是有原因,即是他沒有地方工作 我想問,如果你加了一個這樣的人 即是你不是因為要請一個首席行政主任的話 即是說,反正他都沒有什麼工作 現在我們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就說不如這樣 請一個人回來整好法院建設工作 我想請教你,你覺得現在的法官是否辛苦呢? 這個原因我覺得不是很合適 你可以叫他去看看有什麼要做 其實現在法院都排了長龍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法院的建設固然是重要的 因為他要有一個硬件的軟件才可以做的 我想請教你,即是那個主任裁判官 到底你們會不會繼續凍結下去? 劉瑞 多謝主席,多謝兩位的問題 主任裁判官其實很多時候在不同裁判法院裏面 他負責處理有關裁判法院的審訊、排期和分配工作 我相信議員都理解了 我們為什麼會凍結這個職位呢? 我剛才也解釋過,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七間裁判法院 所以在運作需要裏面,我們是七個主任裁判官 不要浪費時間,我直接截你 如果他不做派牌,他去審案也可以 劉女士 謝謝主席,你同意的 亦都現在主任裁判官有很多主任裁判官 亦都有去審案 或者做替工,法官要放假的時候 有時法官放假就不能審 如果你在裁判法院那一級的法院 你找一個人去頂替那個人審 當然他不會代他做其他事情 因為要獨立去審判 不可以有兩個人去審 如果你有spare 制度的話 即是說我們的硬件可以用到盡 有些軟件不停地流 以前政府,我媽媽也是做家用的 那他們放假也有一個所謂spare的人出來頂替他執房 那為何你不會這樣做呢 劉女士 謝謝主席 其實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 看著運作需要 譬如我們也有留意到 就算總裁判官 他有時都會去不同的裁判法院 去幫忙和審案 所以我也看著那個工作量 我剛才也提過 因為西九的啟用之後 其實我們現在的想法是希望 有運作需要的時候 是會解凍一個首席裁判官的職位 在西九那裡 是加強西九那方面的人手的偏制 葉太太我一句而已 我認為你們真的要有一個後備spare的制度 因為以前政府很多都是spare 因為公務員放大假 有些文職的東西 他都會找一個spare的人去看 他不會停掉 法院我們的硬件已經擴充了 我覺得不是很合理 不過 因為你spare 除非是spare了一個人出來 對司法的公證 是有影響 否則 我覺得真的想不明白 劉老師 主席我補充一點 實際裁判官他們是調配的 所以實際我們是行梁議員所做的事 因為在不同的裁判法院裏 如果真的多案審的時候 會編排多一個裁判官去那裡做一段時間 如果有時工作量可能是有浮動 又可能會將它調去第二個裁判法院 或者一些案件如果特別一段時間 特別多的時候 現在已經有一個機制 將某些案件調去另一個裁判法院 所以是一個整體的人手 透過總裁判官 他很仔細的 一直看著情況 那個人力的調配 其實現在我們是 每一天 就是一個定期的檢討 所以那個精神 我們現在是在做這個工作 多謝主席 明白 請多個法官 謝謝 謝謝